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既不要快乐 也不要痛苦 超越苦乐的感受 所以他就是一念的舍心 陪伴他的禅定 所以产生广大的福德 而得大事在 那么要看经典上佛陀的意思 佛陀是赞叹释禅 在有为的心态当中 释禅是最为殊胜 第一点 他不动 他不为苦乐所劳动 第二个 照疗 你看四空定也是不动 但四空定 它的明了性薄弱 古德说这个四空定 为三昧酒所醉 入了四空定就像喝醉酒一样 那没办法修官了 不能办法 定太强 四禅他的禅定 入得刚刚好 没有四空定那么深 又没有这个苦乐 喜业的干扰 所以他这个释禅的舍心 是正念分明 不动照料 是最为殊胜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凡夫的舍念 跟外道的舍念 这一下我们讲到圣人的舍念 他的相貌是怎么样 总共是有五天 花明整个三国圣人 他那一念的舍念 是什么相貌 我们先看第一段的五凡天 阿南苦乐两灭 斗心不骄 如是一类名 五凡天 这个苦乐二灭 正是说明这个 舍念的相貌 就是说他因为舍心的坚定 对于苦受跟热受 在心中完全消失的 他不管遇到什么境界 他也没有痛苦 也没有快乐 那么斗心不骄 这个不骄就是不再生起 这个斗心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追求快乐跟痛苦的心 他不但生起 而且他也不再追求 也就是说他离开的苦乐 他完全没有后悔的心 那么这个斗心 古德说呢 因为我们凡夫厌恶苦恼 追求安乐 所以心中有所争斗 我们看到痛苦 会要排斥 看到这个安乐 想要追求 这个就是斗心 所以他那一念舍心 在整个无凡天当中 已经生起了 不过这个地方 值得我们注意 就是说 凡夫的舍心 是靠禅定来摄持的 而这个圣人的舍心 除了禅定以外 多了一个我空的智慧 他能够知道 在舍心当中 没有一个长衣主宰的我 凡夫的舍心当中 有一个自我意识 就是我不舍心 还有那个我在 那么这个圣人的舍心 是与我空的相应的 就是无凡天 内心没有这种烦恼的扰动 特别的清凉 看第二天 这个鸡瓜呢 就是心中的发散 把念头放出去 叫做鸡 这个瓜呢 就把念头收回来 那么这个 就是他的念头的 收发自如 唯一无二 也就是说 他的内心当中 不管是发 发就是他去攀岩 什么境界叫做发 或者他把心收回来 他的念头 就是唯一舍心 没有其他的一点头 所以眼角五地 这个眼角五地呢 就是说呢 他的心跟静之间的交接之处呢 已经完全空亡 就是心静双亡 连一念的舍心的直取 也没有了 叫无热天 无凡跟无热啊 他们说啊 比较粗重的烦恼 叫做烦 比较维系的烦恼 叫做热 前面是调伏粗的烦恼 这个地方把维系的烦恼 也调伏了 无热天 你看得出了 他那个舍心啊 被那个我公智慧的加持啊 更加的坚定了 他连舍心也不直取 连舍心也舍掉了 看下一段 十方世界 妙见颜臣 更无成相 一切成垢 如是一类 明善见天 这个地方是赞叹 他那一念舍心啊 所生起的种种的 广大的妙用 说是这个十方世界 妙见颜臣 这个十方世界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的整个大千世界 那么因为这个三国的圣人 由于他的舍心的 舍心跟禅定的转生啊 而产生一个广大的天眼通 所以他能够照料十方世界 但这个地方天眼通 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 前面的天眼通啊 是暴通 这个地方是修来的 是一直禅定智慧 所修来的 所以他那个天眼通特别殊胜 不是前面的暴通 那么这一下呢 就形容他这个天眼通 是什么相貌呢 更无成相一切成功 说这个三国的圣人 在善见天堂中啊 他在照料这个 整个大千世界的时候啊 更无成相 他对外能够圆满 照见外在的禁言 而无有障碍 观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如观掌重阿摩罗果 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这种种种的这种 成像来障碍他 连一个灰尘都不能障碍他 一切成功是讲对内 他已经完全的调伏内心的 这种出众的烦恼的障碍 如是一类敏善见天 就是说他对外能够照料一切的 外在的环境 对内调伏内在的烦恼 所以所见皆善 所见皆善 他不管对外看到外在的环境 对内看到他的内心啊 完全是清净的 完全是善良的 叫善见天 看第四段 金见现前 陶住外 如是一类名 善见天 金见现前 是叠前面的善见天的文 他这个金见 不管对外对内 他都能够所见皆善 就经见现前 那么陶住无外 正是说明这个天的殊胜 这个地方指着 他的神通啊 的殊胜 那么他这个 到了这个善见天啊 由于他的舍心跟禅定 跟我空智慧的加持啊 他的神通到达什么境界呢 好像陶师 在制作陶器 又好像这个柱 这个柱将 铸造种种的金像一样啊 能够啊 随心自在 做种种的变现 而没有任何的障碍 叫陶住自在 我们都知道 一般来说啊 到了阿罗汉 多多少少都有禅定 都有神通 但是神通你注意看 你看阿罕经啊 其实神通的像吗 不完全一样 你看 你看目见的尊者神通第一 为什么 他就是逃出 逃出无外嘛 你看在经典上说 阿罗汉 这个有一天 好几个阿罗汉啊 在那个 在讲堂当中 听法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 有一个龙王也在旁边 那么这个大风金日鸟 他看到龙王 就要吃这个龙王啊 他那个 他那个翅膀 一震动啊 就往下冲 冲下来 那么在座的阿罗汉 看到了 大家金黄失措 因为速度太快 第一个 时间来不起 阿罗汉要入定 很多阿罗汉 他一定要入定 才能够启发神通 最快要七分钟 才能够入定 七分钟 这只龙王就被吃掉了 但这个时候 目见人尊者不得了 他一念之间 就能够变现出一个 像一个锅盖一样 就把这个龙王给保护出 使用这个龙王 不受大鹏金之鸟的伤害 所以这个神通 它有什么 空间的障碍 跟时间的障碍 空间它能够 所求如愿 它要小中变大 要大中变小 要头部出火 下部出水 它怎么想 那个东西就会出现 空间自在 第二个 时间自在 它随时要显神通 随时要把神通结束都可以 所以这个陶珠无碍 是赞叹这个善献天 它禅定的转身 它内心当中的无所求 没有挂碍 那么这个时候 此令它的禅定 已经到了无障碍的境界 就像这个陶师 他要做出一个佛像 就做出一个佛像 他要变成一个人像 就变成一个人像 他要做种种的变现 而没有障碍 叫善献天 看下一个 就近秦姬 窮色信性 入无边际 如是一类 名色旧金天 这个受旧金天 就是说 这个三国的圣人 已经即将成就阿罗汉国 已经快要正得无身了 我们看他是怎么正的 就近秦姬 这个地方指的是 他的内心的世界 这个就近呢 至此他在禅定当中产生很深入的思维观察 他观察什么呢 观察他的秦姬 就是他的那个链头 一个链头接一个链头 一个链头接一个链头 那么这个链头当中 他的姬 也就是说 这个链头到底是 从什么地方而来 而将往哪里而去 这个链头到底我的链头 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 那么这个链头又 走掉又往哪里而去呢 他就在那个禅定的心中 回观缓照 他的不断的链头的升级 跟消灭 做这种回观缓照的智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穷色信性 这个地方是观他的色身 他观察他的色身 是由四大甲合的 而这个色身在不断的分析 最后就是入必经空 所以讲色即时空 所以他这个时候 就能够观察他的身心世界 是本来是我空的真如 所以这个时候 能够入无边际 能够误入这个身心世界 一个无我的边际 那么如是一类名色究竟天 这个究竟的意思就是边际 也就是说他已经是达到了 身心世界的边际 再往前一走 他的身心世界就要消灭 就是达到那个 若生若心的边际 叫色究竟天 就是这个人已经 即将震作震的无声 就差那个无声 差那么一点点 就是色究竟天 你看我们看这个舍心 你看那个前面 四禅的诸天 凡复发他 他也修舍心 但他这个舍心是怎么样 是向外 我不要快乐 也不要痛苦 他安住在这个舍心 但是你看这个三国的圣人 他是回光还照 这个舍心 是你从什么地方来 回光还照 所以他在安住舍心的当中 他又不持续这个舍心的事情 所以他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 就是他有这个智慧的 我共的智慧的关照 好 我们看佛陀 对这个无不还天的说明 阿兰 此不还天 彼珠世禅 始为天王 独有清闻 不能知见 如今世间旷野深山 正道场地 皆奥拉罕所住之故 世间出人所不能见 所以这个无不还天 彼珠世禅 四位天王 在这个世禅 这个世禅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第四禅 那么第四禅当中 他的凡夫有四天 那么有四位天王 不过这个天王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二禅以上 就没有分成天王跟天明 只有初禅才有天王跟天明 二禅以上没有亡民的差别 那么为什么叫天王呢 古德就读解说 其实是耶着四禅当中 他的禅定最殊胜的上手来说的 也就是说在四禅当中 这个四天当中 即便是禅定最高深的人 而这个天人 对于这个无不还天 顶多顶多只有 但闻其名 而不见其人 因为这个 虽然凡圣同居土 但是凡夫跟圣人 所造的业不同 你看同样是舍心 生长在这个无不还天 生长在四场 但是凡夫是有所得的心 圣人是无所得的心 所以 圣人当然可以看到凡夫 凡夫是不能看到圣人 所以他们这个 凡夫的四天是 感觉不到 无不还天的存在的 不能知不能见 佛多讲出一个辟语的 说就好像这个人世间 在旷野深山当中 有很多圣人修行的处所 你看那个喜马拉雅山 很多的山洞 就有很多的阿罗汉 大菩萨在那边住址 那么虽然 我们跟圣人住在同一 同在一起 但是我们的六根有障碍 我们有这个烦恼 跟有所得的心 所以我们根本见不到圣人 这个道理是一样 这个四禅 我们做一个总结一下 整个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当然四禅的特点 就是禅定 但是这个出禅 它除了禅定增上 它还有戒波罗蜜增上 它多少靠这个 对业果的思维 产生绝观 产生喝泽烦恼 所以出禅是戒波罗蜜 跟禅定增上 二禅呢 禅定转生以后呢 它是喜心增上 跟光明增上 它那个喜业之心 绵延不断 身上放出光明 二禅是喜心增上 光明增上 三禅是清净增上 跟妙乐增上 到三禅 极尽 妙乐同时现前 一方面快乐 一方面又 不扰动它的极境 一方面极境当中 又充满了快乐 到了四禅 就是完全是舍心 这舍心当中 分成两类 前面的三天呢 是舍心跟福德 广大的福德性 能够所求如愿 舍心跟福德 前面三天 那么第四个无想天呢 是舍心跟无想 舍心跟无想 真上 这两种 这你就可以看得出 它的一个差别的相貌 同样是禅定 但是心态不同 所出现的果报 自然不同 我们看总结 阿兰 四十八天 独行无交 未尽行雷 至此以反 名为社界 那么整个社界的 十八天当中呢 它的特点呢 是独行无交 未尽行雷 独行无交呢 在我一道士的注解说 这个独行是讲它的色身 无交呢 是指它的内心 就是它的落身落心 都没有淫逸之事 那么简别前面的一界天呢 是心机上交 多多少少落身落心 都还有爱欲的烦恼 那么到了这个社界以后 是落身落心 都没有这件事情 但是呢 未尽行雷 都还有色身的障碍存在 还不能够囚禁 色身的累赘 那么致死一款 名为社界 这个地方是说明 这个社界的相貌 做一个总结 我们看 新山的无社界 这个无社啊 是指这个 这个无社界的天人啊 是没有业果之色 就是说它没有固定的 业果色当然是什么叫固定的色法 比如说你出生是什么相貌 你就是什么相貌 那么它的色法是什么呢 它是定谷色 它呢 它可以变成一只小鸟 它可以变成一只蚂蚁 它的色法能够随它的禅定 而变现自在 它还是有色法的 你看那个佛灭度以后 在经典上说 无社界天流下眼泪 就像这个移大移水一样 当然这个无社界的色法 不是凡夫天人所能够照见的 是圣人才能够看得到的 就叫定谷色 那么在当中有五段 第一个 简气回心不入 二 别名是空天相 三 更犯凡胜恶类 四 总变亡命不同 五 结成无色明目 首先我们看第一段 简气回心不入 这个简气就是简别 我们简别去掉 那个是回小向大的阿罗哈 它就不入四空天 其实进入四空天不是好事情 四空天它会使你一个人内心 因为定太强 定强贿弱 所以有一类的 利根的阿罗汉 它就 在四禅当中 从五不还天当中 就直接成就阿罗汉 或者直接回小向大 它就不入四空天 做这段说明 看经文 父子阿兰 从事有顶色变迹中 其间附有两种记录 若以舍心 花明智慧 会光沿通 变出成见 成阿罗汉 入菩萨城 如是一类名 回心大阿罗汉 那么 富士阿兰 那么 从事有顶这个地方指的是 色界的色旧金天 就是这个三国的那个 所居的那个色旧金天 在色法的最边际当中 有两种歧路的不同 假设有一类的 利根的生文人 他在一念的舍心当中 花明智慧 而且是会光沿通 他能够很强烈的 这种我空的智慧 照见五印皆空 在五印的身心变化当中 没有一个横长驻不变异的我 那么这个时候 他这种智慧的光明 特别的圆满通达 他就能够 出离 直接出离三界 成就阿罗汉国 甚至能够回小乡大 入菩萨镇 那么这一类呢 就是回心的大阿罗汉 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地方由佛陀讲到两个差别 第一个是讲花心的差别 第二个是讲他智慧的差别 那么这个善根 他的意思就是利根的生文 在欧威大师说 生文种性有两种 一种叫直屈小果的 叫顿根生文 这个人他从学佛以后 一路走来 从来不看大乘经典 他也不相信大乘佛法 完全接受小乘的思想 然后正在出国二国三国 一路这样走上来 这种人他肯定要经过失控 因为这种人法是很重的 他断烦恼他是要一步一步来 他不能够说是 狮子混训杀媚 你看有些人他烦恼很重 他一下子就跳过去了 因为他空性的智慧特别的高 所以这个直屈小果就是说 他就必须按部就班 这是顿根的生文 第二种叫退大取小的生文 这种人是怎么回事呢 他以前曾经学过大乘佛法 后来被邪师所误导 他退大取小 大乘佛法没什么效果 就修小乘法 但是他大乘佛法 他曾经听闻过以后 这是一入耳根是勇为道种 这个善根怎么样 随诸有其棉伏藏尸 这个善根在睡觉 所以我们这个善根 你听闻佛法以后 你说好像也没什么效果 不是没什么效果 在里面睡觉 能量都在的 那么能量在的时候 等到有一些医人启花他的时候 把他叫醒 这些善根就出现 你像瑟利伯尊者就是这样 你看法华会上三周说法 第一个开悟的是谁 瑟利伯尊者 我都开示污入佛的知见 第一个醒过来的是谁 回小巷大师 是瑟利伯 因为他以前修过 六十小节的大乘佛法 那么也就是说 他在修大乘佛法当中 第一个他的 花过菩提心 第二个他的智慧的观照 也特别强 你看同样修空观 我们不要讲假观 因为小乘的假观 当然比不上菩萨的假观 在观察这个因缘法的时候 那当然千差万别 我们就换总相的空观来说 小乘的空观是什么空观 叫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它是从不易的角度 不易怎么叫不易 就变化嘛 为什么是空呢 你看我们人会变化 我今天跟昨天不一样啊 我今天跟明天也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身心世界会变化 变化当中慢慢慢慢 我会死掉 最后终归于空 但是你要是立个人 在观空的话 他不必从无常变化 这是涉及是空 因缘生 他是无自信 直接从无生理而观空 当下就是空 所以你看他就不用经过很多的过程 所以说 我们同样是受了见识烦恼的干扰 但是 离开见识烦恼的过程 每一个人是不同 有些人很快就过去 有些人要走很久 当然这跟你的智慧是有关系的 你栽培的教理 就是你在思维空性的过程 你是怎么去思维空性的 产生的效果就不同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 有一些顿根的生文人 他是肯定要经过世空的 活得到成不了阿罗汉 还是讲这部分的人 看人儿 别民世空的天下 世空呢 他的意思就是灭色归空 他就是讨厌这个色身 前面的舍心是厌恶苦乐的感受 他现在连色身也讨厌 他觉得这个色身是个累赘 你看这个色身 行住坐卧很麻烦的 就算一块肉 那么你走来走去 就觉得是一个负担 是一个累赘 所以他就怎么样 在禅定当中呢 就是喝则设身的障碍 那么赞叹无边的西空 这个西空是无障碍的 就把这个设身 把它归于无边的西空 最后设身就消失掉了 就是四空天 我们看经文 若在舍心舍艳成就 劫生为爱 萧爱入空 如是一类名为空处 若在舍心 是指他前面的 四禅的禅定当中呢 他申请的 艳离苦乐的这种舍心 那么在舍心当中呢 他一进一步呢 舍艳成就 他艳恶色身 他就观想这个色身 对他的障碍 如鸟在龙 就像一个鸟 被光在这个龙子里面一样 这个鸟就飞不出去 就是说他的心 被这个色身所障碍了 所以他就喝着这个色身 如病如庸如居 然后呢就 劫生为爱 这个色身是一种障碍 然后萧爱入空 就把这个色身的障碍消灭了 而入于无边的西空 这个是叫空无边处 他就赞叹西空的可贵 那么喝着色身的障碍 最后跟西空相应 就成就空无边处天 叶果色消失掉 看第二段 诸爱既消 无爱无灭 其中为留阿赖也是 前一莫那半分为戏 如是一类名为是处 诸爱既消 这是叠前面的空无边处天 他已经把整个色身 正暴的色身 还有外在的依暴环境都消灭了 那么这以下就说明 他这个四无边处天的天人 无爱无灭 那么这个无爱无灭 就是说他连那个无障碍的西空 他也不欢喜 他觉得西空 还是属于心外之物 他这个时候 他反而回光还照 那个能分别的西空 那个心事 我西空是无边的 其实我的心事 也是无边 也是无障碍的啊 我应该意识我的心事 就更加的好啊 所以他把这个西空 也经过他的喝者 也消失掉 那么这个时候 他留下什么东西呢 留下了三个东西 第一个阿赖也是 好像没话讲 阿赖也是是不能断灭的 那种 那种那个凡夫的 整个生死的根本 阿赖也是 第二个 钱尼莫娜 那么钱尼莫娜 这段的经文 这个偶尔大师跟 言议导华斯解释 解释完全不同 我们就根据偶尔大师解释 感觉上比较合理 那么偶尔大师说 这个钱尼莫娜 这句话是说 这莫娜斯是完全存在 就是莫娜斯完全没有 没有消灭 这个晋升的 我法二指 完全没有破坏 叫做钱尼莫娜 就是完全而无缺 第八诗第七诗都在 半分维系 这个地方是讲 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 有两个差别 第一个是 攀岩外面的这一部分 粗的思想 已经消灭了 但是攀岩内在的 这部分的 这个维系的思想 还是在的 就是半分维系 第六意识 还有半分的 维系的思想 那么这个叫 事无变出天 也就是说 他觉得 西空虽然无障碍 但毕竟是心外之物 所以他远离所言的西空 而反观 能分别的心事 而在那个地方安住 叫做事无边处 看第三个 无所有处 空色既亡 世性都灭 十方 既然 窘物幽亡 如是一类 名无所有处 空 指的是 无边的西空 色 跟他的色神 色神西空都消亡 乃至于 世心都灭 他把这个高深的禅定 把第六意识 那个 向内攀岩 思维 那个维系的那一部分 也暂时地把它调伏了 有个禅定把它调伏了 这个时候 他自己感觉到 十方世界 已经极然不动 那么迥无勇往 他感到内心当中 已经完全无所住 当然他还是住在 莫娜式的自我意识 还是住在 阿拉耶斯的 那个 无量无边的 这个有落的种子当中 他自己不知道 还是有所住 但是他至少觉得 他这个 自己认为 他整个前六意识 不活动了 色神也不在了 西空也不在了 他自己认为 他无所住了 就是无所有处 这个无所有 包括什么呢 色神无所有 西空无所有 前六世 无所有 就是无所有处 我们再干地语诗乱 四信不动 以灭穷颜 一无尽忠 发现尽信 如存不存 落尽非尽 如是一类 名非想非非想处 这个地方我们解释在什么 我们把非想跟非非想 解释一下 非想就是说 好像是没有想 非非想就是说 事实上 还是有威胁的想 就是他介于想跟无想之间 他很想要无想 但是做不到 所以只好存在于 非想非非想 是这个意思 四信不动 这个四信呢 古德说这指的是第八识 第八识是极尽不可动摇的 不可断灭的 第八识怎么能够断灭 第八识断的话 生命就断灭了 但是这个人呢 他对第八识是什么心态呢 以灭穷也 他就感到这个第八识 他很想要用高僧的灭静定 要穷救第八识的边际 但是 以无尽中 花先尽性 但是第八识的体性 就是真如啊 真如一念旺动以后 真如就变成第八识了 所以他 这些第八识当年没办法穷尽啊 那他不可穷尽 他怎么办呢 花先尽性 他在不可穷尽的第八识当中呢 他用高僧的禅定啊 他要勉强去穷尽他的体性 所以得到两个结果 如存不存落尽费尽 在体性上来说 第八识的功能 好像是有 又好像是没有 从第八识的功能作用来说呢 第八识的功能呢 好像穷尽 又好像没有穷尽 如是一类民非想非非想处定 我们知道第八识 他的体性就是真理 所以你没办法断灭 第二个他的功能 他这个无量无边的种子 你看那个藏四海 就大海水啊 那你除非一直我公法公的智慧 才能够把这个有肉的种子断灭掉 你靠这个残地 你怎么可能断除它的种子呢 你顶多就是如是压草罢了 把这个有肉的种子 暂时的扶住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明如存不存落尽非尽 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他说 非想非非想注定 这个空无边处啊 他是焰射异空 焰尼射身 安住在虚空 世无边处呢 是焰空一世 把虚空也舍掉了 那安住在心世 无所有呢 是设法虚空 第六一世完全舍掉 那非想非非想处呢 就是一子这个第八识啊 暂时调伏出众的烦恼 但是不能真实的断面 这个四空巅啊 智德大师说是 四空巅是三昧九所醉 偶尉大师讲得更彻底 偶尉大师对四空巅啊 他讲出一个祭颂 他说啊 无量节来生死本啊 吃人认作本来人 其实四空巅 他的所言处都是第八识嘛 而第八识正是生死的根本 那么一吃的众生指的是谁 就是四空巅啊 把他当作本来人 他觉得四空巅啊 在这个无腹无忌当中呢 他觉得就是涅槃 其实 在一念的极尽的心中啊 下面有无量无边的 有肉种子 一个都没有消失掉 都在睡觉 只要你稍微敲他一下 他随时会醒过来 这个就是四空巅的相貌 表面上风平纳浪静啊 他私底下是 无量无边的颠倒戏论的种子 一颗都没有少 无量节来生死本啊 吃人认作本来人 好我们看 忍三的更盼凡胜恶泪 这一下在四空巅当中呢 来分判凡夫圣人的差别 此等穷空不进空里 从不还天 圣道穷者 如是一类 名不回心 顿奥罗汉 若从无想诸外道天 穷空不归 迷路无闻 便入轮转 那么 此等穷空不进空里 这个地方 是说明这个 四空天的天人 他虽然穷尽 色身跟虚空之相 但是不能穷尽 我空法空的理性 但空即相 不空即性 但是假说是从 五不还天 一指出世的圣道 这个出世的圣道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空的智慧 那么来穷救我空的真理 这个就是属于 不回心的 就是这个人 他不可能在出国 二国三国 这个过程回小巷 他一定要成就 阿罗汉国 然后经过八万大节 乃至于经过 二十小节的时间 才能够成就阿罗汉 顿根阿罗汉 顿根阿 我们把这个立根跟顿根说明一下 这个地方古德说 慈世魅力 名字为顿根 这个人他做什么事 完全看思想 理官薄弱 所以他必须也 要从整个 五不还天当中 经过的空无边处 世无边处 无所有处 到非想非非想处阿 那空无边处就两万大节的时间 世无边处要花四万大节 无所有处要六万大节 非想非非想处要八万大节 他要多一般人二十大节的时间 才能够成就阿罗汉国 因为他的理官薄弱 他必须要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的前进 这叫顿根根 再看第二种 那么若从四成五想诸天当中 穷空不归 那么观想这个空向 而不能回观缓照 正念真如阿 那么弥露无闻 弥夷有露的诸天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就是变著轮转 那么无想天以后阿 当然他以后 死了以后还要溜转圣史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 这个反复外道 因为直视魅力阿 一者进步很慢 二者便入轮转 我们看人世的总变亡名不同 阿然 四诸天上各个天人 则是凡复夜果仇达 达境入轮 彼之天王 即是菩萨 由三某地 见诸真净 回向圣伦所修行路 阿然 那么这个诸天指的是什么呢 是包括了异界天 也包括了色界跟始空天 这个地方不包括五不还天 那么这个天人都是凡复在夜果仇达 就是你因为有什么样的慈戒 有什么样的禅定的功德 所以就招感了这种种诸天的果报 那么英果仇达报境以后 还是要进入三界的生死轮回 也就是说这种果报都是暂时的 英国的仇报而已 这个是指的是诸天的人民来说的 但是这个诸天的天王就不同了 这个地方包括一阶天 四禅四控的天王 有很多都是法身菩萨 游行三妹 在真如三妹当中 他为了要增进他的福德智慧 两种广大的资粮 那么以这个诸天的果报 来修学 而以此这个修学来回向圣文 回向他的无上菩提所修行的一种道路 我们都知道菩萨不能入片空涅槃 他一定要有个生命体 阿罗汉是一成就果空以后 他马上把生命消失掉 那么大圣佛法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他认为生命没有错 你把生命消失掉干什么呢 身心事件没有错 错在你心中的直取 所以他必须怎么样呢 菩萨是戒甲修真 那戒甲修真就有问题了 你一定要来生得一个果报 当然有些人 自身上菩萨 选择到诸佛菩萨的国度去 但是有一类的悲证上菩萨 他又不想离开人间 不想离开众生 那么在没有佛出世的情况之下 他又不想到五着二世的人间来 那怎么办呢 那只好到天上去了 那么这种菩萨到天上去 那是做天王 由心三昧 见世真净 他在那个地方教化天人 因为他不想要跟人在一起 那么就去教化天上人 那么等到弥勒菩萨的下降 一佛出世 千佛复始 他们再下来帮助佛陀 那么就是讲到这一类的人 他不想到净土去 他也不想到人间来 那怎么办呢 那只好到诸天做天王 是意思 我们看人武的 《结成无色明目》 那么以上的四空天 他外在的色身跟内心的心事 这个地方指的是前六十 都已经灭尽了 那么四空定的禅定 是坚固的现前 已经没有业果之色 但有定果之色 所以他的色法能够自在地变现 自在地受用 那么从始代宗 再次说 在整个禅界的身心世界 在三界当中 它是一个最为极端 最高的境界 在网上就没有了 三界当中的最高了 从始代宗 命无色界 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 看更二的总结细化 此界不了 妙节明星 既望花生 望有三界 中间望谁 七七成立 普特杰罗 各从其类 这个词 包括谁呢 包括前面所说的 整个七七的众生 一指醉业 遭感痛苦的果报 一指善业 遭感安乐的果报 乃至于一指禅定 遭感寂静的果报 这一类的众生 有一个特点 都不能够去通达 本庙本诀 本名之行 也就是说 他们虽然修学禅定 修学智慧 词戒跟禅定 他们都不知道回光返照 他本具的妙节明星 而一指一念的妄想 造作很多的妄业 包括词戒 包括禅定 只要不是跟 现前一念的心相应 都是妄业 那么希望有三界的果报 所以在三界当中 就希望的随顺于 整个业力 而沉沦在七七当中 那么这个叫做 普特杰罗各其其的 普特杰罗就是 塑取去了 众生塑塑的造业 塑塑的得果报 那么各随其妄阴 而各甘其妄果 直到有一天 他能够遇到的 大圣经典 回光返照为止 否则这个三界 是被报停止的 叫普特杰罗 好 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 向下文长 附在来日 回向